大家好,网友们,今天是圣诞节的上午,在美国,中国大陆时间已经是深夜了,已经是26号了,昨天喝酒呢,喝完了,今天我吃火锅,看看电视,但是呢,酒发酒没了,出去,好了,走了好几家,酒都关门。 哎,真好碰到有一家,今天我出去呢,可能也特意的,平时我出去戴帽子,一件帽子也戴,但是今天呢,头发也长了,上次去欧洲旅游回来也没理过发,头发也长了,白发很多,哎,我想好,利用一下能人对老人的尊重,抓老人吧,反正,一下电门开了,但是不营业,这个里面经理呢,听我说, 我说,要笑,我说能帮,帮下妈妈,给我一啤酒吧,他说你,你信用卡不能付,付现金可以,我现金中央有的是,我买了,买什么,荷兰的,上次欧洲旅游,荷兰都没有喝过,荷兰的,今天我买了,荷兰的, 买了好几罐,他一袋包装,我用现金付的,利用了老人的感觉,白头发的感觉,好了,买到了,啤酒了,省得我,真的没有摸摸到很远的地方就跑了,要开了,将近20多分钟的路,甚至40分钟的路去买,到中国超市,里面有特别的地方买啤酒,一般今天,美国店都换了,路上人都很少, 好吧,现在火锅已经好了,我开始开,开汗尼梗了,平时我不喝汗尼梗的,都是喝一般的,因为我喝一根啤酒比较凶,好吧,Merry Christmas,圣诞快乐